大西文大曝光来拜年 龙年祝大家龙光焕发 我们知道2024年是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一年 因为这个政局的变化不能说不大 所以在今天我们来玩一下好不好 未来事件预测局 这是新春最准的解谦师来了 我先把大家cue出来好不好 等一会好好聊一聊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 那么首先第一位这一位不得了了 肌肉立尾 全国最高票洪孟凯 大家好新年快乐 刚刚30秒已经画了一个 祝大家新年除夕心想事成 厉害厉害厉害 心想事成很重要 第二位是立愿女战神王洪威 洪威姐 大家新年好 我本来想赶快画一个龙给大家 但是我没有画成什么 好接下来这一位小鲜肉好不好 班导老将也不得了了 这次在这个 台中立委选战当中 我们的新科立委 廖伟祥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新的一年祝大家 想要都来 想要的通通 想要的都来 好运都来 我们来看到 今天我们既然 这一整集叫做 未来事件预测局 这三位都是解签师 游戏规则我先说明一下 其实三位来宾面前 都有一个手写版 其实我自己也有一块 那根据我们突出的题目 你可以写上一句 对2020年的未来预测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是人物片 那人物片 我举例来说好了 比如说柯文哲 你可以写上个哭 或是没穿裤子继续跑 类似这样子 那大家就开始 可以解读说 你为什么会写像这个单字 或是这个单词 你有一篇论述这样 所以这个手写版 答案揭晓之后 就要讲解自己 或者是你也猜得到 别人写这个 到底是有什么玄机 写到底是什么意思 反正我们今天就轻松一下 就是政治轻松聊 好不好 那时候我们就直接 进到今天第一题 请出题了 我们来看到 在第一题要解的 第一签是什么 人物片的部分 直接来啦 赖清德 所以三位请作答 好不好 直接写 对 直接写 对 要写要什么关键字 主要是2024的预测 2024的预测 对 未来他接下来 会他的走向如何 这样 比如说赖一届 赖半年 有没有 因为为什么讲赖半年呢 因为包括了这个 吴子佳董长 还有郭正亮亮哥 都认为说 百日之内 半年之内 你的民调 没有过五成 接下来就垃圾时间了 好不好 所以这个赖清德2024 大家都写好了是不是 那我们是一个个来看 好不好 我先请孟凯的给大家看 然后另外两位也可以起 我写的是 台独今孙 这个很清楚 台独今孙怎么走 哪里去 其实我刚刚突然 抬头看一下 我们这个摄影棚里面 真的最左上角 有个台独今孙 有这一块 对 然后但是他忧郁 眉目紧锁 这样子其实看得出来说 其实好像以前到现在 他都是很忧郁 那其实最重要不是忧郁 你自己告诉我们 你的台独今孙的形象 要怎么走 那还有就是 2024年 虽然民意选出来 但是你毕竟是 四成的少数民意 所以如果说还要 跟广大的六成民意 对干的话 那你的路只会越走越窄 好 那可是台独今孙 在这个2024的年底 还要碰到美国总统大选 对 所以台独今孙 是不是在最起码呢 就11个月 基本上是走不开的 有可能 走不出去的 走不出去 或者是说 他要改什么样的路线 或者是他要 面对过去的自己 要先 层次的先跟国人道歉 我想 这都应该要由 这个赖金德 自己本身来面对 好 那这个 OA委员是 赖赖赖赖赖赖 四个赖 我觉得他还是继续赖吧 因为他在选前我们都知道 大家都说所谓的信赖台湾 赖很多人把它改成英文的赖 而且这个选前有赖皮疗 对不对 赖者不猜 那我认为到了选后 那个赖皮疗的问题 这个老问题还是存在 他还是违建 他还是没有猜 而且我早就预告了 因为他之前就用所谓的公益信托 就是要把它打混过去 那时候我就说 你公益信托 你到底签约了没有 到底有没有合约 也拿不出来 那对不起 我这个人就这样子 就是我会惊咬住不放 我会继续的去追踪 你那个所谓的公益信托 到底有还是没有 你这个赖皮疗 明明是危险 到底可不可以公益信托 所以他是不是要继续 赖者不猜 或者你的公益信托 继续的这样的赖下去 那当然我认为 就说赖金德眼前 可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他要怎么阻隔 那大家都知道 在国会里面 现在的国会结构 可是跟原来不一样 那现在的在野党 已经过半 那么这个隔魁 隔魁就变得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到底要选谁 要挑谁来当这个隔魁呢 而且我们现在也 丰文好多一些 落选的民进党的立委 也现在想办法要找位置 对不对 很多人就是要找官去做 那他自己也讲说 我有什么民主大联盟 有没有 明明就是退选大联盟 之前为了这个选举 要搞民主大联盟 那现在选后 那他还是有阻隔权 那可能是不是这些 所谓的这些败选联盟 或退选联盟的这些面孔 他就会进入了这些内阁 这个都是我们 我们三位要继续追踪的事情 好那这个韦翔 你的预测 赖皮 也是一样 持续赖皮 因为在选前 他这个赖皮了 赖着不拆 然后我们台中的 蓝线捷运 赖着不盖 那接下来 接下来 他们这个 尤其是这个台独精神 在两岸关系上面 以及我们内政能源的问题 包含到今天 薛润源 卫福部长 这样子的态度 我想 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风格 就是一直以来要赖皮 反正都不是他们的错 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所以 至于这个两岸关系 我们未来何去何从 包含我们的内政 能源问题何去何从 还有包含着这个 他们 他们未来 要怎么样给我们一个更清廉 包含他现在说 他退出了新潮流 可是我感觉这也是虚晃一招 也是一个 这个赖皮的概念 所以 我今年还是给他这个赖皮 这两个字 你问题是赖得掉吗 赖着就没事了吗 我觉得 那就要考验我们选民的智慧 但是我想他们这次的 这个获得的 这个 获得的票数 其实是相对蛮低的 希望他们真的可以 深自反省 可是以目前看起来 我们这个 有反省的迹象吗 我是觉得 以过去看他的这个态度 他应该是蛮强硬的 不知道他会不会反省 所以我还是觉得 他是赖皮 好 因为他什么事情呢 我也写了一下好不好 我指这边吗 民主 反正他什么东西 都讲民主就可以了 推给民主就可以过关了 比如说台南光电 有民主啊 有民主就好 比如说高端疫苗 或是BNT的采购合约 反正有民主就好了 方交国一个接着一个断 反正有民主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民主呢 对他来说是万灵丹 所以我是觉得他接下来 应该什么东西 都还会提到民主 好不好 民主可以解决一切 这个是赖清德 好 那我们看到下一位 好不好 柯文哲 好 请三位做答 这应该有很多的 对 2024哦 2024的科匹 2024的科匹 他现在还是很有能量的吧 对 然后他的 他也不会让自己的话题变少吧 那 像游云龙老师认为 他是科吉拉 科吉拉在接下来 可以蓄积能量的部分 蓄积蓝绿的能量 对 对不对 好 所以 好 我们等会一起来 我觉得 孟凯不知道在 孟凯 忽然 蠢做的什么 是字会写是不是 对 好 有点紧张 对 不用紧张 而且其实有时候 居然写个一个字也行 好 很悬疑让大家猜不到 那三个一起来 好 我直接一起cue 我先cue然后再一个个作答 好 特文哲 2024会怎样呢 所以洪梦凯 我觉得 的预测是 是要制造话题维持能量 好 那 女人战争 哎呦 好的 这个邱琴我们的 好 一样也是女人 的这个 侯威姐 来 嗯 谈谈这个很精彩 嗯 好不好 考验 考验应该就猜得到了 但是 对 等会还是要听听这个 没问题 对 微祥的解签 所以先从这个孟凯来好不好 制造话题 维持继续能量 对 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嘛 就是说2024选完之后 那接下来战场一定都在立法院 那立法院我们看到这个双簧啊 这个声势很浩大 而且这个巴西的民众党也是这个来势汹汹啊 那当然 柯文哲怎么样能够维持他自己的一个能量跟制造话题 让民众持续对他保有那个新鲜感 那还有就是他未来的走向是怎么样不得而知 但是可以想象他一定要维持自己的能量 因为接下来 我想民众党他们还是会 希望有一些斩获 那不过 这个能量到底是正向负面 我觉得这就要看他们自己的一个维持 对 可是问题是 他也没有什么施不施言的问题 对不对 反正只要有讲话 有声量就好了 但我觉得现在民众其实也都很清楚啊 就是说 这个选战是一回事 其实大家你要想 我今天我才特别要跟大家来聊到 2022年年初 一直到2024年年初 其实我们已经真的今天两年的选举 有没有 九合一选举 然后到现在总统大选刚落幕 所以说其实民众也对于 政治语言很厌烦了 大家会希望是说 回归到拼经济拼民生 也因此 如果说你还想的只是 政治的话题的话 那抱歉 我觉得选民在2024年 比较不会买单 大家会希望看到是说 怎么样我们带领国家的方向 怎么样 不管是执政党 不管是在野党 都一定要提出的是 比较踏实确实 打开两岸观光啦 打开这个交流啦 或者是说 能够做一些真的民生的议题 会比政治上 来的重要 不过2024的课批 应该不会 你知道气弱吧 应该不会吧 就是他的能量 还是在累积的吧 要看他 这真的要看 所以你没有那么乐观 一定觉得就是怎么样 因为毕竟他现在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公众的位置 他就是党主席 可是他没有一个公众的位置 所以说有没有 那么大的一个能量 去累积 这个真的要看 好 尤其他身边 环似的都一堆女人 对 马上 为什么我感觉 就是因为你知道吗 柯P这个 这个战争人物 很有趣 他旁边的女性 都非常非常的强势 你有没有发现 对 从他妈妈开始 然后他的太太 而且最近陈佩奇不是说 他会经常在脸书上 跟大家分享 然后柯P就说 拜托你不要再写了 脸都绿了 对可见 这个陈佩奇他最近 很想会写一些东西 然后本来在里面 比如说你看连陈志涵 陈志涵比如说 他以前是媒体的记者 那结果进入民众党 就变成战狼小姐姐了 就变得非常强势 你们以前都很熟 对 那再加上黄珊珊 现在蔡炳如强势回归 所以我自己觉得 未来这个民众党里面 还蛮热闹的 那我接续刚才 就说到底 那个柯P他能不能 维系他的能量 因为我觉得他在 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那么尤其这个民主小草 其实是成功的 那所以我认为 他能量不会差 但是因为立法院 就是八席的部分去立委 可是这里面 大家都头脚真容 而且看起来也是非常主观 所以比如说在院长 跟副院长这一战的话 如果在这个里面出现了 所谓的他们没有团进团出 假设没有团进团出 我觉得柯P就立刻 他的身世就立刻削弱一半 你就代表说你根本 反不动你这巴西的 不分区立委 所以我觉得未来在立法院 其实对国民党来讲 是重要的主战场 对民众党也是 那所以这就为什么 他要把蔡炳如弄回来 那未来就是看他对于这八席的立委 到底有没有主控性 如果他的主控性越来越弱的话 那也会随着 大家会就真的看破手脚了 因为你自己也不是立委 那你虽然是个党主席 所以看他是不是到时候 你敢不听党主席的 我就给你党纪处分 他会不会硬起来这样子 对对要看一下 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 好那伟祥写的是考验 考验 女人母姐会也是一大考验吧 没错他考验实在是很多 因为他选前的声势浩大 甚至很多看起来这个 他自己觉得那个民调非常的高 可是选后的结果 就事实上就真的只剩下 巴西的这个民众党不分区立委 因此他不是主要的战场 我觉得他是唯一 可是巴西也比他上一次多啦 对但是他是唯一的战场 就是在立法院了 可是他上一次 我觉得他至少之前 他还有这个 他在2022年的时候 之前还有市长这个舞台 他现在等于是完全没有舞台了 只有民众党主席这个舞台 那他究竟能不能真的去 把他的民众党的所有不分区立委 抠在一起 我觉得看起来真的是一个智慧的考验 因为看起来每个人都自己 有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他们主导性 主体性也都蛮强的 究竟怎么把大家抠在一起 然后朝向一个 可以让人民觉得说 我可以信任民众党 他很唯一他的舞台 就是在立法院了 所以他要在这个情况之下 展露头角 在未来两年或四年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超级大的考验 因为你想过去的亲民党 其实他甚至拥有的这个立委席 是更多更大 到后来这个宋楚瑜也是边缘化了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当然很重要 就是怎么发展民众党 这也是柯P现在唯一 他要去负责的 因为他毕竟是主席嘛 所以但是他要怎么用这个巴席的力量 在立法院表现出 哇我这个巴席的力量 犹如另外一个政党一样 就是我可以左右所有的选票 而且在选前 他们答应的这个国会改革 他怎么用这巴席的力量去推动 跟这蓝绿之间去合作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我怎么想都觉得 哇非常的考验他的智慧 所以我想他可能要花更多时间抓抓头 每天在家里抓抓头 思考一下这个智慧要怎么去运作 好这个才要抓头吧好不好 我们下一位直接来了好不好 下一位 哎呀直接跳罗智政是不是 这么猛啊是不是 罗智政我不知道他接下来的这个 应该还有戏吧 我是指他政治前途的部分 可是如果罗智政如果要我写的话 我一定会写算命先 因为那个录音档里面的那两位高人 有没有对 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圈外的朋友 其实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 好不好要处理一下 什么既改一下之类的 孟凯写得好快哦 可以先秀出来 好 那红威委员 我一口气先看 应该一致 对 有什么 掰 没戏 有智男生 2024是不是 那应该很清楚了 那还是一个一个来好不好 那孟凯先说 我想这样的一个人士不要说蓝营 我觉得绿营真的会跟他就是决裂 为什么 因为他犯大忌嘛 对我们来讲我觉得 你说 犯大忌的部分是 我觉得他个人的私得部分我就不讨论 但是我觉得录音这件事情 不要说一般的政治人物 连绿营他们内部一定都没有办法接受 比如说跟蔡英文总统讲话 为什么要录音 你录音是录给谁听 你录音是想要干嘛 跟苏贞昌 你是一个立法委员 跟苏贞昌行政院长 你在讲话的时候录音 那是录什么 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最后关键 为什么罗智政说在板桥 到最后落选 我觉得可能 跟他们录音自己的支持者 到最后挺不下去有关系 因为这等于是说 你的这个出发点就已经很奇怪 所以如果说既然这样的话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敢用它 我相信赖清德应该也不敢再用这样的人 那除了掰 我想我也想不到 没别的字眼了 对啊 因为那个宏威委员也是说没戏 但是我在这边要先补问一下 大家三位都觉得他没戏了 他在党内犯大忌 那赵天龄呢 赵天龄不是一样也出事吗 可是赵天龄可能还会比较有前途是不是 我觉得赵天龄因为他出的那个事 相对于民进党尤其是他们这个新潮流来讲 感觉是小事 那是私德的事 可是他 他最后 最后他就算即便不选了 他又变成一个自杀炸弹客 变成那个 神风特工队开始去轰炸 国民党的这个国防外交委员 然后一直不断的去挑衅 然后最后展现出来说 虽然我的这个私德有问题 可是我对党忠诚 可是这个有志男生 这个罗志正 他当初私德的部分 就是因为发现他的志 所以有志一统 现在有志男生是因为他已经没有信任了 他除了私德有问题之外 他是在党内没有人可以信任他 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会给你投录音 或是不要说政治人物 一个人 跟你讲话的过程中会给你投录音 就是他究竟可以获得谁的信任 不管是党内没有信任 我想对于民众来讲 会觉得这个人是很有问题的一个人 红威委员 你你们在立院碰到他过吗 就打招呼而已 对对对打招呼 应该没时间录音吧 反而是 我看他应该没有机会他录我的音了 好那我觉得他没戏就是说 其实在2024大选之后 那当然非常重要 就是赖清德他的组阁 阁源是谁 到时候习生院长是谁 那接下来其实很多人都会开始在看 就是2026 2026的县市长选举 其实在这一次刚刚特别提到赵天林 这个民进党是一下折损两个县市长的大将 罗志正本来他也被列为新北市长 民进党新北市长人选之一 那先发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没戏了 因为离2026太近 那另外赵天林呢我也认为他本来他是最有可能去 这个接棒高雄市长 因为他动作非常非常大 因为他在上一次的议员选举就已经搞毛他们很多的人 就是说他就是在厚制自己的实力 也许就是他的这个 这个实在动作实在太大了 就是召忌嘛 那所以我认为在下一次的高雄市长人选 赵天林也没有了 我认为他也没有了 好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就说可是民进党他们的派系还是很强的 比如说接替赵天林的黄杰就立刻加入了勇言会 有没有发现勇言会我今天折损了一名大阿哥 我就立刻赶快再找一个格格进来啊 赶快再陪一池啊 对他们就是他们派系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个接班梯队的一个安排 那但是我觉得罗志正他还有一个事情啊 他个人的政治生涯没有戏 可是你那个影片和录音档到底有没有身为制作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什么认知作战 到底有没有什么中国界选 我觉得这要搞清楚吧 因为在选前这个掉下去根本不敢讲 完全不敢讲 不讲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你选后还不讲吗 是不是简单是啊 这件事情没有在提 你们还要拖到何年何月 所以这件事情一定会被人家去追踪 戒选到底是谁戒选 对啊 开玩笑戒选这么严重的事情 一定要查到底才对啊 所以我觉得他个人的政治生涯是没戏 可是这个中国戒选谁在戒选 我觉得应该还有戏可以唱 我们确实还是哪次不戒选 只要对民进党不利的戒选 两个字很好推 对万用借口 就像刚刚先会讲的民主 什么事情就民主 什么事情就戒选 这就是民进党 好啦那未来事件预测局 我们的新春特辑 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告 马上回来继续预测 今天的新春特辑呢 我们做的是未来事件预测局 新春最整的解迁师来了 今天在现场有三位 那预测是2024 我们刚刚呢告一段落的是人物篇 紧接着进行的是政党国会政局篇 请出题国民党 国民党三位请作答 2024的国民党 我们都会那个什么 这个你要让我们有 要讲实话你知道 制作人在我耳边耳提面命 要讲实话哦 要讲实话 不用讲客套话了 对 反正最起码跟上一次比起来 这次国民党是国会最大党嘛 那肯定我们等会儿 应该也会有一题啦 就是国会生态的部分 这个 看起来 好像还不错 好那那个红维委员学完了 可以先秀出来 日红高辉啊 还不赖啊 龙真虎斗团结对外挺好的 龙脸嘛 你这个龙真虎斗 他是把龙真虎斗先放在前面 对 对不对 对 团结放后面 对 那伟翔在画图哦 我觉得 画半画吧是不是 这一题其实对我们都很难 伟翔在竖描是不是 跟我之前的两个字 冲啊 冲冲冲 冲冲冲 现在在家里带生 没有冲冲冲 冲啊 好那我们这个愿文勤详 先听听这个孟凯讲 没有啦 我刚刚在想的是龙年啦 一定要有个龙的这个吉强化 那我就想龙真虎斗其实 真是竞争 是跟我们三个 就我还是以立愿的出发点 跟这个三个党团要竞争 那我们民主嘛 就是一定要竞争 那但是斗 我们要斗的是什么 是要斗的是傲慢的官员 尤其是过去第十届 我们在第十届 真的看到太多 官员来立法院反咨询 呛声 叫什么叫 对不对 有这样子 那我们要斗啊 就一定是要 以人民的角度出发点 就是要要求这些傲慢的官员 就不能再那么傲慢了 所以人民的立法院 我们要把这招牌个差量 那但是团结对外 很 我必须要说啊 其实我们今天三位都坐在这边 我个人认为 因为刚好录影的时候的早上 我们是新科立委的一个座谈会 我觉得我们这一届的氛围 非常的好 就是大家都有那种 我们一定要团结一心 退迟一路退无可退 所以立愿就是我们的摊头堡 但是也是我们最后的一个 打零防线 我们就是一定会在这边好好表现 凝聚力很强 凝聚力非常的强 而且团结对外 而且大家有那种互相的串联 今天有什么议题 我就找谁来一起开 明天有什么议题 我找互相的串联 我觉得那个串联的能力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一次 那么多的这个 要颜值有颜值 要口才有口才 要外形有外形 我讲的都是旁边这两位 所以我觉得立愿的战力很强 那我们就是国民党嘛 反正就是对外 我们就是在野党 我们就是好好的把人民的声音 给讲出来 对 人民其实真的是有期待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 今年是蛮关键一年 就是在立法院出现了一个大洗牌 然后我们的平均年龄 那个比是三党中最低 最年轻的 对 其实我是大幅提高 我们的平均年龄的 所以呢 我觉得很高兴 就是说有这么多就是 年轻世代进入立法院 那所以我也讲嘛 不但年轻 而且男的长得很帅 对不对 他身体练得很壮 身体练得很壮 签慧你为什么一直要强调 没有你知道吗 记者下他的标都是这种标啊 我根本不用点进去 我就知道在讲谁了 就知道是那个孟凯 对啊 对不对 这男的帅啊 女的也长得很漂亮 我说他这个颜值也是大幅的提高 所以呢就在整个的对支持者 还对社会大众 你会看到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那但是今年对国民党来讲 不是很容易的一年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成政党轮替 然后我们在国会里面虽然号称为国会第一大党 但是呢我们的其次是一个脆弱的领先 并没有领先太多 所以这某一个程度也是台湾老百姓就是民众要对国民党的一个试炼 所以就说我们要更加的这个战战兢兢 如理薄冰 说实在我们会变成 其实你知道政治人物跟政党都是一样 有的时候你可以有多一点的犯错空间 因为你本够你知道吗 就就如同什么像我选前发生我老公比中职世界 把我气死了 我就说你现在我把你通通 关键臂 关键臂表现出来了 那我就跟他讲说 如果我领先的不够多的话 可能这个事件就会容易 搞不好就让我落选了 就让我落选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是处于一个就是 不管是政治人物或者政党 其实容许我们犯错的空间真的不多 所以为什么讲逆风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即使是如此 我们也不能够顾步之风 我们不能再温良恭敬让 我们也不能够再 哎呀我很怕 要小心自己的羽毛等等之类 否则的话外界会觉得说 你们也没有表现呢 就算年轻人进去 也没有表现呢 等等之类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要怎么样在逆风 然后还要高飞 飞出我们的这个成绩 我觉得这一年 或者甚至这两年 都是一个很大的事例 因为这两年的表现 会牵动你下一次县市长 说实在我们刚才讲 什么民众党啊 什么等等之类 下一次 有人讲说搞不好 下次还是蓝白河 你觉得下一次是蓝白河吗 搞不好就是蓝白竞争哦 直球对决的时候 所以我们可能真的对我们来讲 这一年真的非常 大家非常辛苦 可是大家加油冲啊 冲啊 这影强 真的是 而且有一首歌唱得很好嘛 逆风的方向 更适合飞翔 我好像没有听过 有啦 五月天 我唱比较不好 我比较小 应该是这样的 现在要变我们的党团的歌的 对 战力很重要 没错 所以就是冲啊 改革吧 战斗吧 反正我觉得这一次 看到我们所有的党员同志 立委同志 真的我觉得战力是超级高的 包含我们在场的两位 还有这个包含年轻的 徐晓鑫啊 陶渊牛许婷啊 甚至我们台中的 几位年轻的选将 我想大家都是放手一搏 因为这一次 你说国民党 区立委选的顺吗 其实没有很顺 因为你要不断的 在这个蓝白之间 甚至是这个在野的部分 拿捏分寸 然后又要大声的喊话 所以我觉得一样啊 回应 要回应我们民众的期待 因为我们既然 他们给了我们机会 就是希望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国会里面 怎么为人民发声 为人民大声的冲撞 所以冲啊 然后以及为人民怎么改革 因为大家也很希望看到一个 改革的国民党 不只说因为你年轻 所以就叫改革 而是我们接下来四年 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想这次大家会一起冲 因为我们的氛围是真的蛮好的 大家都开始已经 我觉得每个人都已经在想 接下来要打什么议题 要做什么事情 摩前擦掌摩到后后了 大家都很想要给予表现 这就是我觉得 这也是年轻的冲劲 我觉得今年的积极度 更胜以往 对 因为其实大家都新进来的 委员很多 我们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委员是 连任 三分之一是区域新任 三分之一是不分区新任 所以其实有三分之二 国民党都是新任 所以大家的那个积极度 真的有别于往 而且大家也会想要求表现 选民看到 你要对选民 你不能辜负选民 有所交代 可是你说蓝营冲 绿营也会冲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